台南笑行割花布包妈这个旧衣的世界呢 真的是感动许多人心 而台南市新一区其实也有这么一名82岁半忙的赵伯伯 他每个礼拜固定踩着三轮车 载着行动不便的太太 就像是他的脚一样 到三公里远的医院来看医生 不管是刮风下雨 他持续了20年 眼睛呢其实自己也看不太清楚哦 那么靠着太太帮忙看路就这样的 两人从结婚到现在相互扶持走过了60个年头 82岁的赵伯伯拖着年迈身躯 一下接着一下 载着三轮车 后头载着太太要到台南市区看医生 这是赵伯伯每个礼拜的例行功课 20年前开始赵伯伯因为腰椎受伤 必须定期就医 但住家距离医院有三公里 不愿浪费钱坐计程车 赵伯伯干脆化身为她的双脚 像说头前一只 这个旁边是台车你会说 头前的车车比较多 赵伯伯右眼看不见也听不太清楚 赵伯伯在后方就像是她的眼睛一样 帮忙指引道路 我的车也有机会做我的车就对了 两人结婚60年 三轮车也骑了将近20年 虽然身体越来越差 但赵伯伯不怕累 即使速度缓慢 也要把心爱的太太平安送医 安全再回家 你也很爱你了 本来就很爱 没有爱要出 中文新闻赖冠章 黄讯阳台南采访报道